第1449集 一向大胆 砸掉了摄像头 荧木真子心里轻松了很多 看着依旧蜷缩在地上的莫小鱼 没有可怜和同情 也没有丝毫怜悯 这个男人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的死活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坐回到了椅子上 就在离莫小鱼不远的地方 看着这个男人在地上打滚而痛苦的呻吟 水 水 给我水喝 莫小鱼此时意识逐渐的清醒 古王就是古王啊 虽然面对的是几百年前的老古独 但是古王依然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 当老古独被彻底的收服之后 虽然古王也是元气大伤 但至少保住了莫小鱼的命 没有让古独入侵到莫小鱼的五脏六腑 也就没能让樱花鼓杖发挥出来什么作用 但是自己说了几句话 面前坐着的这个女人没有丝毫动作 瞪大了眼睛看着莫小鱼 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莫小鱼慢慢地睁开眼 此时才看清楚自己面前坐着的是谁 于是换成了日语 药水喝 樱木真子这才知道这个男人不但没死 好像也没有刚刚那么疯狂了 到了一杯水递了过去 莫小鱼爬了几步 一微子桌子旁 接过水来一饮而尽 这杯水下去之后啊 她有一种感觉 好像自己的丹田内 已经干枯的像是沙漠一般 这杯水下去之后一点效果都没有 水 水 莫小鱼喝完之后依旧还在要水喝 樱木真子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渴 又倒了一杯 最后直接把水壶都给她了 可是当莫小鱼把一壶水灌下去之后 这才感觉到自己的丹田内 好像是湿润了一些 和自己之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不是练舞的人也知道 丹田是一个人的命脉所在 她这才想起 那个老巫婆给她吃的那个什么药丸 作用 感情就是要掏干自己的丹田之海 让自己失去根基啊 唉 你们到底什么人啊 莫小鱼疲惫地问道 你又是什么人 你真的是来找尺田之鹰的 你们认识尺田之鹰啊 她可能不认识我 但是在东京有几个不认识她的 告诉我真话 你真的是来找尺田之鹰的吗 没错 尺田之鹰是我孩子的妈 我本来以为我来这里 可以和尺田之鹰好好谈谈 我只要孩子也可以 没想到她这么狠心 居然派杀手来杀我 我这才被带到这里来的 倪木真子看着莫小鱼眼睛 澄澈 却让人感到深不可测 不 你没说实话 根据我们的消息 尺田之鹰是一个同性恋 她怎么会和你发生关系 还有了孩子 这个理由太不可思议了 好吧 我是动了手段 所以才得到她的 但是我发誓 第一次虽然用了手段 可是后面她都是自愿的 怪不得她要杀了你 你的胆子实在太大了 对于胖女人方面 我一向都很胆大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继续 还是就这么算了 先说说你的条件吧 倪木真子说道 很简单 我知道 你一直都在被大首领打压 要是我能替你 把大首领除掉呢 你该怎么谢我 就你 唉 哪怕是成了 你想要什么报答 樱木真子想着 反正闲着没事 跟这家伙聊聊 也没啥不好的 你放我走 我要去找池田之鹰 我要问问他 左人怎么能这么狠 谋杀亲夫的事 都干得出来 看来 你对池田之鹰的感情很深啊 是他长得漂亮吗 比我还漂亮吗 此时墨小玉早已清醒过来 岂能听不出 樱木真子话里话外的意思 是 也不是 他比不上你漂亮 但是呢 却比得上你狠毒 不同以后 继续下去也就算了 犯得着找杀手来杀我吗 墨小玉不愤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他狠毒呢 宗主为你吃的樱花骨胀 那是最猛烈的脆情药 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激发你体内最大的能量 当这些能量耗尽的时候 也就是你死亡的时候 你说谁更狠一点啊 樱木真子冷笑道 墨小玉扎巴了一下嘴儿 说道 哦 这样看还是你们更狠 你们这儿要把男人活活玩死啊 没错 来吧 昨晚都要经历这一关的 不过这一关 你我都出不去 我可不想在这里陪你死 樱木真子说着走向了墨小玉 这是要把他推倒的节奏啊